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回来了 我们去的路300公里是10月25号放的 24号晚上鸡鸽子 我这只鸽子到今天已经整整一个月了 今天是11月25号 空距只有19公里 一个月了今天才回家 今天一直是下周雨 他回来的时候羽毛还是湿的 当时回来了 我感觉很奇怪 我查他的环号呢 他180公里 到我家的空距是195公里 他飞的还很不错 飞了126米吧 俱乐部上龙是996只鸽子 分速1100多 你为什么又说他只飞了19公里 300公里几鸽子当天晚上 我这只鸽子上龙的时候 老王呢 就不小心把这只鸽子弄跑了 没有塞到讯放车里面去 这只鸽子呢 跑了 当时天已经黑了 飞到我们俱乐部张总的 在二楼那个楼层那里 我眼睁睁的看着他 没有办法 抓不到 因为300公里呢 有一些鸽子压了纸地 我这只鸽子又扫描了 所以俱乐部特意在晚上还出了公告 就是我这只鸽子归朝成绩无效 按照道理说 第二天天一亮 他应该就能回来 一看没回来 脸看没回来 等到比赛结束 他还是没有回来 这只鸽子呢 就这样神奇地消失了 一直到今天 他又神奇翻地回来了 你看身上还淋湿了 整整一个月了 他的童窝 虽然没有后奖 美观归朝 分数还可以 这一路鸽子呢 他都遗传了他妈妈的体系 这只鸽子 它也就是我双关各王冠军的孙女了 这只鸽子你说我是 怎么样来对待它呢 19公里竟然飞了一个月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不得而知 是不是第二天 他误入别人的鸽笼了 被别人抓起来了 既然被别人抓起来了 这只鸽子也不起眼 那么为什么没有被杀 还是飞到别人家了 现在逃龙了 按照道理 这只鸽子 19公里 他不可能不认识家 我真的不相信 19公里 他竟然不认识家 那么时鸽一个月以后 他又怎么认识家了 朋友们 你们说一说 这只鸽子到底是怎么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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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